大家好,我的號是日告號 就是一個日在一個高速的稿 然後三個關鍵字 我是選我現在在做的事還有我喜歡做的事 第一個就是我是 我現在就讀政大財務管理學系 所以我學的是商學 然後我一直覺得商學是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東西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叫做藍毛衣 就是它裡面的作者就是 就是協助那些組織自給自足去完成他們的企劃 比如說可能歐洲國家就會捐助那些 非洲一些什麼設備什麼的 可是他們錢用完了他們就走了 那非洲已經改善他們的設備 可是卻沒有人提供後續的資金跟維護 然後反而讓非洲倒退走 就是他們原來的東西不能用 後面的東西也不能用 所以我覺得其實商學是可以幫助人的 然後第二個是心理跟智商領域 然後這是我進大學之後很有興趣的領域 然後這也是我很想成為的很想成為的人 因為我覺得就是心理和智商領域 並不一定要成為職業 它可以是一種態度 就是最後我覺得智商可以改變一個人 就是那個智商是本身的態度 然後第三個是我現在在做的是這個 它也是它是正大第三部門清點行動房 下面的一個企劃 然後它叫Postcare 它主要是我們是想要幫助街上在賣東西的長者 因為我們覺得它常常都是在賣玉蘭花 跟口香糖這些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我覺得我們常常想要買 可是我們並不想要買這個東西 就是它好像已經不是現在青年人想買的東西 它有時候賣也太貴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 是不是有一個方法可以 就是讓它賣它想要的東西 然後又是一個商業可以運作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自己做明信片 然後做明信片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覺得明信片 可以跟老人家的情感還有故事性結合 然後它也可以同時宣傳理念 又是它的價錢又是我們一般人可以負荷的 所以然後這個企劃還在就是進行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問我 然後我們也歡迎就是心血加入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成功做明信片 又有在一些商店自己賣 然後我們就是也有就是在努力在跟長者結差 希望可以做出一點感變 謝謝 大家好我是俊德 基本上這個名字是蔡清安名 所以你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看到我 然後非常的高興有機會 在這裡跟你們講其中一個李俊德的故事 就是基本上我是一個在大學以前 就是好人技能蠻高的 所以就是很會修電腦這樣 然後一直持續朝著工程師的方向走這樣 然後直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因緣機會不小心當了社長 然後就開始接觸了管理的方面 然後就對我產生了衝擊 我到底想不想要當工程師 然後衝擊選擇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選擇 等到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做了一些選擇 然後我想說我要創業 然後我就去參加了一個活動叫Stop Weekend 或許各位有聽過 然後我那時候我想說 我想了一個非常棒的企劃案 我上台 我講一定是非常多人認同我 結果我講完 只有六個人認同我 所以就OK好 那我就被衝擊到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做選擇 OK我選擇我自己再繼續做下去 我做的是一個比價的系統這樣子 可以讓大家去現實生活中比價這樣子 然後後來 我的好朋友Net找我 他希望我就是加入 然後去做行銷方面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挑戰 一個工程背景的人去做行銷方面的工作 感覺就是完全不搭嘎 對對對 但是工程的理性思考可以幫助行銷邏輯 就是包括你的數據分析 這是我們工程人強的地方 我要利用這個部分 然後我也還在這個東西上努力學習 那我們現在在做一個東西叫8PM 是一款交友相關的軟體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是Android的話 可以去看看 OK謝謝 那個 哈囉大家好 我就小心翼 然後我沒想到那麼快就換到我了 然後再來是這是我的照片 就是可能跟我本人有點差異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complaint這件事情 但這是我啦 對沒有錯 然後再來這個第二個 我先講第二個 就是因為我是學英語教學的 所以我在補教業已經待了快兩年的時間 所以呢 小孩子有時候都會叫我先杜瑞拉 因為我的名字叫Cindy 所以呢他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先杜瑞拉 所以如果你記不起來我的名字叫孝西尼這麼長的話 就叫我Cindy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講到第一個自由的部分 那自由的話其實我要說的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喜歡有限制的人 就是我們應該要符合社會上所認知的 我們應該就要在那個地方嗎 比如說我認為你應該站在那個點 你就應該要在那個範圍裡面 可是我覺得我很不喜歡 所以 因為有那個清大瘋狂助教推薦我這個活動 我就想要來看看 原因是因為 我是一個喜歡超過範圍的人 我想要找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再來這個第三個部分 E&E的 就是我來台大焦點的目的 就是我有看到第一位被PO上去 就是要的分享者是一位 就是同時學英語跟財經的女生 是那一位嗎 對 因為就是我現在是學英語教學 可是我想要往財經的方向走 所以那時候我一看到這個就覺得 那我一定要來 然後我就衝一發 然後 對 然後那時候就遇到清大的那個瘋狂助教 然後我們就在全聯拿著 我就拿著一顆花椰菜 然後拿著一罐那個義大利麵醬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聊了半小時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好熱血喔 所以我就覺得更決定一定要來這裡看一下 然後就是 希望等一下可以認識大家 謝謝 謝謝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影秀 那 第一個的關鍵是開窗簾 就是大家看到我的時候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都把頭髮遮起來 好像關窗簾一樣 因為開窗簾的話其實也很大 所以我都把它關起來 對 然後再來是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所以有一個關鍵就是馬來西亞 對 那我現在是就讀就是台大心理所 然後已經畢業了 目前在找工作 那因為外籍生的話要找工作需要三萬八的底薪 所以 目前還在尋找中 對 然後 再來一個關鍵就是 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以找我 其實這個是想要讓大家就是記住我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叫我秀秀 秀秀 心情不好的時候想起我 我就可以給你秀秀 對 然後 我目前就是 有一個想法 因為最近都在低潮期嘛 找工作都找不到 你知道三萬八很難找 對 然後 目前 就低潮期 然後 走在路上的時候想說 為什麼感覺其實 大家的心情都沒有很好 就是都很少會露出效力 不然就滑手機 所以目前有個想法是想要做微笑計畫 那 是想說 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計畫 但是 應該就是 可能有一個吉祥物或者是 一個代表性 然後 會先 我會先把它傳給他 然後 再請他傳給另外一個人之類的 就一傳一這樣子 把你的 歡樂就是帶給其他人 然後再把照片 PO在 FB上 對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可以 就是也請多多指教這樣 對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影傳燦 然後 因為前陣子我身體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很常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就一直邀請我一直邀請我 可是 我一直 就是不敢 不敢出來參加活動 因為 我自己 就是我沒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想說 我不敢參加活動 啊 經過那一次 就是最近身體不 就是 出現狀況以後 我就想 其實 多出來 聽聽其他人意見 多出來認識其他人 應該 可能會對我的 人生會有一點幫助 所以 我第一個關鍵 就是放下 就是放下我之前 過去的自己 就是我之前 很自大 就自以為說 呃 我在我的小圈子裡面 就可以 就是已經算呼風換雨了 所以 我可能就夠了 我就不需要再出來 認識其他人了 所以我想說我要放下過去的自己 探索 呃 探索到底這世界還有 這世界很大 所以我想說來探索 然後 先 參加這個活動來聽 每個不同人 他們來自不同領域的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看法 然後 前進是希望 有人朝我自己目標前進 然後 因為我 喜歡的是汽車 所以我希望我以後 從事汽車相關的產業 對 謝謝 謝謝 OK 嗨大家好 我叫張育全 那也可以叫我Steve 那 熱情 我對很多事情都有熱情 那我對創業有熱情 那我現在是 台大亞太青年創業社的社長 那 那 ASS 就是亞太青年創業社 目前的總部設在那個 美國的史丹佛大學 那我們在這個寒假 也受到了 新加坡創業協會的邀請 那我 我與我的三個夥伴 也一起到那邊 參加他們的創業高峰會 那在那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對我而言 那 在這個學期 我們也會在台大舉辦很多活動 那 我剛剛發現很多朋友 都很想要創業 那 待會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那 音樂 就是我會彈鋼琴 那我也很喜歡音樂 那我的臉書的大頭貼照 就是我 一張我在一個公開表演上面 所造的照的相片 那 著名的那個 哲學家尼采曾經說過 沒有音樂 這個世界就是一場錯誤 沒有創業家 世界就不會進步 沒有熱情 你做什麼事情都不會成功 我是Steve 謝謝大家 喂 大家好 我是周崇佑 然後這個 因為我現在在旁邊啊 是我入伍前造的這樣 對 然後 我第一個關鍵是空間 就是 我大學是念都市計畫的 所以 我就是 一直在鑽研有關於空間的問題 對 那 念著念著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空間的問題 呃 你想要解決 照都市計畫正規的方式來走 必然沒有辦法去避免掉 那個 政治跟 呃 價值這兩個 這個躺不清的渾水啊 對 所以呢 後來我就在想說 那 都市計畫的本質是 分配 那 我就說 既然 因為資源不夠 所以才要去做分配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讓資源多一點 我就做效率的提升 對 那效率的提升這件事情呢 其實蠻困難的啦 所以 我 我前一陣子 也不是前一陣子 我在大三的時候 我就跟朋友 呃 要寫一個 網路平台 第三個字是網路嘛 對 那網路平台的 那個 出發點是在於說 喔 我現在我要怎麼讓空間的效率提升 我如果 現在一個人 假設我會需要十頻的空間 他這個人才會 算是生活的舒適 那 如果我有辦法讓他提升到 呃 應該說降低到 一個人只需要九頻 對 那是不是就多出了10%左右的空間 可以給大家使用 對 那 用網路是在於說 喔 我希望 將人 從 就是大家的私空間裡面拉出來 就是大家多用公共空間 那 對於空間的需求就比較少 因為公共空間不用也是量在那邊 對 所以用網路 但 呃 我那時候做啊 就是 因為還是學生 所以 那時候跟夥伴也沒有很健全這樣 所以就 就很失敗 不過 基本上那個概念還是就是說 可能透過平台 然後 超過時間 我再這樣一下下 就是 透過平台 然後將人拉出來 那拉出來的方法就是說 可能外面有像這樣的活動 那 如果 當初的概念是 如果 我要出來參加活動 我 要嘛 我想參加活動 但是 我沒有去 可能就兩個因素 一是 喔 我想參加活動 我找不到人 不然就是 我找到人了 我不想參加活動 對 當初那個網路平台是做這樣的概念 對 那以後 我也還想繼續在推網路平台 對 那就是 希望來這邊可以認識到一些 朋友 對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喔 沒問題 好 再來 我們掌聲歡迎 有備而來 需要幫你拿還是 就是大家好 我叫李明憲 那我目前就足於台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所 那我目前是說了一聲 那機械人來講 這都 不要太無聊 就是讓大家猜猜看 這個是用什麼做出來的 製程 那答對有獎品 然後給大家10秒鐘 因為時間快不夠 10秒喔 欸對答對了 真的真的 然後這個 這個主要是用 大概快進千萬級的設備做出來 那大家可以傳下去瀏覽 那 這個的話 這都是尼龍要做的 那也都是快進千萬的設備做出來 然後 那一張是 因為我剛好去參加一個設計獎 那他得獎的獎牌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學校用 陶瓷來做的 一隻小獅子 那他硬度的話 就是比 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玻璃好硬 他的硬度很高 那這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我看一下喔 最後 最後一般家庭用的這種 幾萬塊的設備 就是這種做出來 這個設備其實 才只有3萬塊而已 那就是這種一般家用型就是長這樣 那這個材料是PLA 那目前也有ABS 然後一樣傳給大家看 一種是用玉米粉所做的一種材料 那他比較環保 但是有確定是會 他會裂解 就是容易壞掉 那我三個關鍵是機械設計創新 因為我本身讀機械 那之前有機會剛好遇到設計系背景的同學 那我們就一起共同創作想要比賽 那後來就是會發覺中間有很多問題 其實就回歸到 這場有一場的主題就是 跨領域的合作 那其實我在這裡面就會遇到蠻多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本身讀機械 那對於尺寸非常的要求 但設計他們可能天馬行空 那我們在中間過程中磨合其實就蠻好玩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有磨合 那找到一個創新的方法 那將產品所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就可以認識大家 讓我們自己不同的idea 然後互相的激發 讓彼此有新的火花產生 那我是李明憲 那我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Pen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喔 為什麼好像比你們大上一輪 我有三個關鍵字喔 X generation 我就是屬於X generation的人 就是40歲以上 那你們大概屬於Y世代嘛 那30歲左右 那我第一關鍵字我是X 典型的X generation 就是在1960年代 那時候出生的人 然後循規蹈矩 就是把功課 把書念好 然後進大企業 那我現在在台電公司 其實就在那邊工作 我工作了23年了 那 那 我這樣回 回顧我 我過去 發現都是循規蹈矩嘛 風險是非常 當時看起來風險是最低的對不對 因為進一個大公司很穩定 但是 從長遠來看其實風險是 反而是比較高的 那我的同學 比方說我高中那一代 我看一下我的同學 有的是當大學的教授 那有在中文院當研究員 或者在那個 那個 洪海啊 或洪達店 或者在矽谷那邊 或者自己創業 那我發現 其實我在我們班的同學來看 是蠻頻繁的 那 那第二個呢 關鍵字就是旅行 那我覺得雖然我工作是很穩定 我是一個很頻繁的 但是呢 我發現我 我很喜歡旅行 而且呢 很喜歡做家庭旅行 那我們每年呢 都會帶著我們兩個小朋友 好 我們每年會 做一 去旅行 每一天呢 都會 回到住的地方 都會做 都會把當 當天做 這個旅行 進入下來 這個是我 老大老二 老大跟老二 這是我們 前兩年去那個 新加坡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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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馬來西亞 那個 所以 就發現 從旅行當中呢 這是我們去德國的時候 我們去德國玩了33天 整個德國繞了一圈 那 可是我 我的老二呢 他 他很有創意 他 自己還搞怪 很搞怪 那我發現 去旅行的時候呢 你帶著你的一個成見去看 去當地 剛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 很不理解 他們為什麼 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舉動 但是 等到久了以後 你融入當地的生活了 你回到台灣來 發現 台灣的這個生活習慣 好像又有點合 自己不太不太了解 對啊 OK 我發現旅行可以增加你的生命的 廣度跟深度 那第三個是 我第三個有興趣的事情 是我的就是 對於小孩子的教育 旅行也是一個 一個教育嘛 另外呢 小孩子我們小朋友 慢慢長大了 我透過他的眼光 我覺得我好像又再活了一次 因為他從小 從幼稚園從小學 這樣子 玩的東西 學的東西 那我現在發現 因為我在公司裡面 是做 有關於這個 那個訓練方面的 我發現我把 對小孩子的 這些教育的觀念 帶到公司 或者把公司 帶到小孩子 那我們覺得都很有趣 那這三個關鍵 是 我是典型的 然後我的興趣是旅行 然後我覺得 教育是我的 現在的興趣 謝謝 好 大家好 就是 大家可以叫我牛奶 對 因為我從國中開始的綽號 就叫牛奶 因為我就是證明那顆牛奶 不一定會長高的人 對 OK 啊我現在其實服務在一間 那個 顧問公司 那我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學校裡面有那種 輔導中心嘛 或是 心理輔導室 就是那種 那我們公司就有點像是 企業裡面的 諮商中心的概念 對 那剛剛有同學說 就是他對心理諮商 很有興趣 剛好那個 剛剛那個秀秀 因為我們剛好是 有點算是 大學的同學 對 這樣子 然後 我的三個關鍵是什麼 我一直在想 然後 因為在我的工作裡面 其實每天就像是一個 助人工作者的校舍 因為 每天可能會接到很多 像張老師 可能會接到很多 在 企業單位裡面有很多 私人的議題 他不方便跟公司 跟同事 甚至跟家人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時候 都會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就像你們的好朋友 可能有問題的時候 也會找你們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 我的三個關鍵是 後來想到三個就是 你我他 因為這個世界其實 就像焦點一樣 就是 有你有我有他 所以我今天找了三個朋友來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種感覺是 就是很很棒的 因為你 我相信大家會坐在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都是因為 集會一些緣分 然後才會來到這個地方 像我昨天去上一個課 剛好也遇到 就是 月亮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這個關鍵字是什麼 因為我本身 有提到第一個是希望 第二個是地圖 為什麼 我昨天聽到一句話 就是愛麗絲夢的仙境裡面 他有一段對話是這樣 愛麗絲他在迷路的時候 他就問那隻貓 有一隻很會微笑的那隻貓 問他說 欸 你覺得我要去哪裡 那隻貓就問他說 嗯 那你想去哪裡 然後 愛麗絲就回答他說 我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然後 那隻貓就回應他說 其實你要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走哪一條路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人生當中 如果你有希望 就是 會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會遇到像那隻貓一樣 那種貴人 那我覺得來這邊來焦點 你可能就會遇到那隻貓 告訴你可能要去哪裡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叫李鵬衛 然後 我現在是就讀台灣大學用力學所 然後所以 然後那個 沒有自己的關鍵是 旅行或者是背包客 就是去年這個時候 我剛離開 大概零下二十幾度的哈爾濱 然後 因為我就去過一些地方 當背包客或者是旅行 然後最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我 大概去年五月的時候 我就沿著思路 就是 就是古代思路走 然後走到就是 先往北走 走到 中國跟俄羅斯的邊境 然後再往南走走到 中國跟巴里斯坦的邊境 然後 然後這段時間 就嘗試各種不同方式旅行 就有時候是徒步 就像我在青海的時候 我就是徒步繞青海湖 然後或者是攔車 就是 其實也沒 有一部分是要省旅費啦 就是我就 在路邊攔車 然後到一個 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往下走 然後還有就是 呃 最痛苦的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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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騎了12個小時的馬 就是因為我為了反應做山 然後因為身上裝備不太夠 所以就是騎馬過去 然後還有做一個很久的火車 做了29個小時的火車 而且是硬坐 這樣子 然後 就 所以這段行為印象蠻深刻的 然後另外 我是 呃 今年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世界公民島 然後 我是今年世界公民島的旅行家 然後我在今年7月的時候要去瑞士 然後還有可能要去 呃 順便就是 呃 周遭的國家 就是大概做個參訪 然後就是執行我的任務 這樣子 那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喂 大家好 我是David 然後 呃 我的本名叫做廖俊偉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David 然後我是 我現在目前就在那個 新竹當兵這樣子 然後我本身是 畢業於那個清大機械所這樣子 然後 未來五年內的目標是 要當一個工程師 但是我這個人很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我比較 那 接下來 我並不滿足於 就是 僅僅就是一個工程師這樣子 所以那 我更是 想要做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面對生活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一些 不方便 或是 呃 不公益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 透 有利用一些方式 來改變這些現況 那 我選擇方式 是寫一個 就還 透過寫程式的方式去 改變這個現象 那 我目前比較想要做的是 是 因為我是從 一個 鄉下來的小孩子 所以 呃 家裡面是種一些 可能是 蔬果類的東西 可是因為 蔬果類的價格 在 市場上一直是 呃 蠻不透明的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 類似一個 嗯 價格的平台 讓大家了解 到底目前現在 農產品的價格是在 處於什麼樣一個 一個情形 然後 然後 欸 來幫助 更多更多的人 這樣子 然後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 認識大家 謝謝 好 喂 呃 是這裡嗎 好 大家好 就是 我去年 前年也有去哈爾濱 然後我在那邊待了 大概四十多天 然後就是我想要先講 就是三個關鍵字 就是我剛剛想到的是 樹 青年 跟創造 就這三個是我 就是大概這兩個禮拜 就是我還是 我現在大三 然後就一直在想 就是我未來到底要做怎樣的事情 我想到的 然後我想到的樹 是因為覺得就是 如果有機會可以變一個東西 我會想要變成樹 因為我覺得樹是一個 很堅強 而且是可以就是 很有影響力的 就是可以有 很長的時間 留給後面的人 那時候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青年 就是像我覺得我們都是青年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青年 真的會有很多的影響力 然後我自己就是現在也有在 就是收失陪的課 然後就是我也有可能會朝就是 心理輔導的方面走 因為我覺得就是如果有些青少年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早一點的就是 和他有更多的談話去 他就可以走出不同的路 然後第三個就是創造 就是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喜歡創造的人 然後我也還沒有很確定我想要走怎樣的路 然後我知道我未來就是我一定要花 在我30歲以前要花一年的時間 就是去做一件就是一件事情 可能是把台灣介紹出去 或是把我喜歡的音樂介紹出去 反正就是要去一個國家就是待上一年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未來也想要就是開一家民宿 就是我想到了這兩個我想要創造的事情 好謝謝大家 好大家好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很酷的觀念 只是我現在在準備交換學生 然後其實我之前就是這個寒假 也是一直在想說 我以後到底要幹嘛要幹嘛 然後真的想了很久 然後後來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要就是 就是我想要 我後來想說我想要做鞋子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學校剛好有個交換學生的機會 會可以到法國想說 好那我就要去法國 然後所以我關鍵字其實就是法國跟鞋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還沒有很酷啦 然後就是 喔那我講一下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其實就是剛考完多億 然後其實很擔心就是沒有辦法申請上 但是我覺得交換學生這個機會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契機 因為我是有一天就是想說 來去學校的首頁看一下好了 然後就看到交換學生這個機會 而且這個 這一次的整選其實是上學期剩下的名額 然後 我看了以後就是又去 就是因為有個條件是要去考多億 那我之前沒有考 所以我又趕快看了多億的報名日期 那剛好最近的一場又加開報名的那個名額 所以我就趕快報了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這個機會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 有點像是撿到的感覺 然後如果我真的能去的話 我 我會覺得說他應該是可以改變我 之後人生的一個很 很不一樣的一個經驗 好謝謝大家 謝謝 哲偉 大家好我是哲偉 然後我現在目前是台下電子所所移的學生 對 然後 就我剛才想了三個關鍵字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關於我的話 第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就是自我挑戰 然後去嘗試各種可能 那舉個例子就是 因為今天原本是不能夠來參加交點的 就蠻可惜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就是meeting取消了 對然後就立馬就想說 好那就是 今天晚上就是可以來參加教練 然後 跟大家就是交流分享 然後 因為過去在大學的時候就是 自己有參加嘗試蠻多 像是創業競賽或是什麼 但是 就是 但是讀研究所就發現自己好像 就是 研究所突然就很忙 然後就是自己好像失去就是以前那種熱情 然後 所以就想要來就是 就是這邊跟大家 交流分享經驗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 我想分享就是旅行 就是我剛才也聽到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歡旅行 那 我自己之前也是就是 很 我就是比較喜歡就是自己去旅行 然後 所以我之前就是 有參加過一些 背包課啊 或是有去當國際交換職工之類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計畫就是很 等一下希望可以大家交流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想分享就是 我很喜歡思考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平常就是 就是很少花時間在想事情 就是我們有時候可能就是很乳氣 你就覺得 就是這件事情在我們的觀念裡已經變成習慣 但是 但是如果就是有些事情我們 可以去深入思考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 原來就是這件事情跟我們想的很不一樣這樣 好這就是我分享謝謝 謝謝 好的 大家好 嗯 喂 好直接講 大家好我叫影君 我要分享的是12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12頁這個電影 我現在是致力於 我現在是 假日都會在五股動物之家 當長期義工的 所以我是想說 如果大家 對這一塊有什麼不了解都可以問我 那我們自公的方面呢 我們都會訓練我們的狗 所以如果想要養狗的人 也可以都來找我們 這樣就好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Net 然後今天是陪Gin的 就是我的同事一起過來的 在還沒有到這邊 還沒有看到Presentation之前 我是完全不知道這邊在做什麼的 哈哈哈哈 OK那 所以我們有準備三個關鍵字 那我剛剛在台下想了一下 我想分享個故事 主題是 創業失敗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那 以我自己為例子 我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準備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想擁有自己的事業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 我兩個選擇 就業跟讀研究所 那這跟創業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創業要有夥伴 那要有怪物級的夥伴 比如說在座有的可能就是 第一志願台青教的 非常厲害 非常優秀的學生 那如果有這些人可以當夥伴 機會或許高一點 第二個選擇就是直接去就業 看在職場上能不能遇到 那我問了一下我老爸 我老爸說沒錢去工作吧 所以我就知道去工作 然後在 我在竹科待了三年 我們這個年代出來的 滿奇怪 在我去讀大學第一年 有沒有聽過電子新貴 有沒有聽過買房子用現金的 很奇怪 錢多到價 那我出來之後 就是大財源 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 逐年走下坡 我進去看我的公告新資 是十四個月 十三個月 十二個月 對 這一組往下 所以我也沒領到 bonus 23年我當工程師 就看到很多事情 我是分位廠 我們是做哈位的東西 那很多事情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我們有 sales 我們有生產 有很多 你再不高興 你都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那又看到好多人在主殼被裁員 那一直到了 Steve Jobs Apple的時候 App Store 我記得機會來了 我以前是學軟體的 但是我知道 軟體在台灣是盜版 所以你寫軟體是沒有辦法賺錢的 所以我就寫分位 OK 那軟體可以創造很多東西 那因為Apple App Store 所以現在很多人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於是我就找了一票朋友 剛好也是 好 最後就是 直接講重點 創業失敗了 你會變得比以前更好 因為創業之前 我是工程師 創業的過程 我接觸過行銷 sales 跟很多人 那失敗之後 有很多公司 有的 offer 都是主管級以上的 offer 因為我有經歷過這件事情 對 所以 年輕就是機會 你就去從失敗了 不代表你會更不好 謝謝各位 對 對對對 那我目前是大四的學生這樣 突然被叫上來好像有點緊張啊 呵呵 好沒有 就講一下我為什麼要加入焦點好了 其實我 因為我是科技大學的學生 所以我在我身邊的學生 他們 可能不像 呃 台大 或是清大 或是交大的學生 這麼的頂尖 但是 但我覺得他們其實沒有 沒有比這些學生弱 只是說在於他們所看的眼界 他們的視野是看到哪 因為當你 當你所看的只是你身旁這範圍的東西的時候 自然而然你懂的就是這些 而當你把你的視野拉大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是更遠的東西 自然 呃 自然你就會 呃 有不同的看法這樣 所以我想做的是改變 年輕人 改變我 就是 呃 我身旁的年輕人 或是說在於 比較 呃 他所 或 他可能是 就是 就是 就是科技大學的學生啊 或是說 他 在於 這個 教育體系是 所獲得資源比較少的這些學生 想改變他們 讓他們有不同的視野 然後 去 都想想想自己的未來要做什麼啊 這些之類的 對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才想說那加入焦點 因為這裡集合了 很多這個創業的人啊 他們都有很好的經驗啊 然後可以分享給大家這樣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 好好實現我理想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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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